曾經我們做過什麼最瘋狂的行動 做音樂啊 音樂當工作 後悔了是不是 我覺得蠻疲憊的那狀態 那會有一個委屈感 以前可能就會想要證明什麼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巡航 我覺得它變成一個蠻不好的狀態 所以 但是我就開始去尋找說 為什麼會有這些不安全感 這些不安全感怎麼來的 然後我發現 我現在發現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音樂而在 我是主持人 Tim 那最近呢 李農他發現了第三張專輯叫做 HIDO 那我們先掌聲有請李農 Hi 大家好 我是Linian 先講一下 因為這其實是你第三張創作專輯 然後 它其實跟你過往來說 它是更深度的剖析了你自己 對 要不要先來講一下這張的專輯概念 這張專輯就叫HIGH OUT 然後其實它就是走出長生處 就是在 這八首的空間 它像是一個空間 有點像是讓大家可以進來參觀 當初我的長生處的 這個樣子 因為通常你不會告訴人家 你自己的長生處在哪裡 但藉由發行 就是大家可以聽到這些 然後可能可以療癒到大家 或者大家可以找到一點自己 在這個空間裡面 這樣 那你自己的長生處是在哪裡 它比較像是一個 虛擬的 比較想像的那個空間 這樣聽一下的感覺是你很常跟自己對話 對 當然因為我喜歡在不同空間穿梭 所以其實我比較常會去海邊 然後可能會坐在海裡之類的 那時候就會有你的創作靈感出來這樣 應該說 我好像 不是因為做 不是因為那樣子會有靈感 我其實老實講 我已經放棄靈感這件事情了 結果我根本不在乎它 就是它自然會出現就會出現這樣 應該說我覺得規律比較重要 哦 對 所以是說你還是會規律的 持續說每一段時間都會有自己一個 可能要唱 要生出一首歌啊 或是什麼 對 因為我之前就是開始做了一個計畫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Instagram的話 應該會看到一個叫 Lead Song 300 然後其實我就是想要讓自己可以每天寫一首歌 就是盡量讓自己每天可以寫一首歌 然後從它很困難到 就是一開始你會想說這天方一條三百首是有病是不是 然後 但我後來就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好去想的 很多事情都是用累積的 那它只是需要在這個過程中 譬如說 你自己覺得好歌或爛歌 其實那是你自己的主觀 可是你應該要把它先寫出來 那那時候在主題挑選上 你是怎麼樣去抓的 哪一個 每天就是每天都要唱出一首歌 那你對於主題挑選上 你是有特別去琢磨嗎 還是說想到什麼 那當天可能想到什麼就會生出來 我覺得它的概念比較像是 你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所以你 我只是想要把我今天的這個開端早上的時候 我只有早上會寫這個project 我其他時間是不寫的 對啊 然後就是那天早上的感覺 或者是我發生的事情 或者說我想到的事情 我就把它寫下來 所以沒有特別 有時候會特別想要一個主題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時間是處於放空狀態在寫的 因為你的歌其實算是 聽起來 聽感上比較是 比較逍遙 或者是比較 輕鬆一點點 但是其實 歌詞 並不完全是 就是這麼的 看似這麼輕鬆 它其實裡面還隱含著很多內心 就是你內心的東西 對對對 那你也有提到說 其實你 你之前會 嗯 會其實會很想 需求證明或是認同嗎 就是來對這個世界 我覺得比較像是一種 跟自己的競賽吧 以前 就是會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想要做得更怎麼樣 去 一直讓自己處在一個 我覺得蠻疲憊的那狀態 我覺得大部分的狀態會是 因為我的個性比較會是 譬如說人家 看我怎麼樣的時候 就我會覺得 其實我不是這樣 那 會有一個委屈感 以前可能就會想要證明什麼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巡航 我覺得它變成一個蠻不好的狀態的 所以 但是我就開始去尋找說 為什麼會有這些不安全感 這些不安全感怎麼來的 然後我發現 我現在發現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規律創作 它除了書法 它也是一個 因為我們是做音樂的人 所以我們其實本來應該就應該要 寫很多歌 可是其實現在我覺得很 很多時候 大家其實不會做這件事情 現在已經變成單曲時代 所以大家很常會是 可能就是 像我寫我一首歌 然後就爆紅 或者是我一定要寫一個什麼 Hit Song 我覺得這個 對我來說是 不健康的 我自己覺得 而且它時間是越來越短 就是每一首歌的之間都會越來越短 就是它那個單曲的時間 是 對就是反而因為你太重視 或者是你太覺得 一首歌要完美 的時候你反而錯過了很多 你可以寫的歌曲 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對啊 對啊 可是大家很常會處在這個狀態 所以可能 但你自己比較不會處在這個 就是 為了歌曲的長度而去 焦慮啊 或者什麼的 你還是會 比較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 可能不屑於 可能時間長度啊 或什麼的 應該是這兩三年練習下來才慢慢去 因為這張專輯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在我從歌詞開始下手 對 然後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是 以前是 覺得 欸我應該要先做一個很漂亮的音樂 然後很怎麼樣編曲 我才去寫歌詞 這樣 喔 所以以前是反過來 以前是反過來 然後現在是 到從詞開始 然後慢慢引申出曲啊 或是編曲 對對對 喔 那我想問說就是 可能你在跟自己競賽的時候 你會有 可能迷 迷失自己 或是反覆焦慮的狀態嗎 我覺得就是因為以前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會 老實說會蠻焦慮的 會蠻累的 所以我就後來開始覺得說 我不想要再這樣 就是我對於歌曲這件事情 應該是要開心的創作 跟簡單 比較重要 所以我就把電腦拋開 就用紙筆 然後跟 那個 吉他 對 然後就開始寫了非常多的歌 對 那你以前的狀態 可以彈一下嗎 因為你現在 不太是這樣的狀態 那你以前是因為經歷了什麼 所以才讓你導致有 這樣 算是這樣的改變 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 第一二張專輯 他在做的時候 就是 就當然還是很感謝 大家很喜歡他 然後覺得 這音樂很怎麼樣 然後很什麼 就是可能 陪伴他或是什麼的 我覺得那個階段性有達到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下一步應該是要 我可以 隨心所欲的 講錯自己的故事 然後我就在做第二張完之後 發現我其實有一點難 做到 然後我就開始很 瓶頸吧 對啊 就是覺得說 我應該要 來找找看這件事情 是 怎麼樣可以讓我 不要再 那麼卡 所以那時候所謂的瓶頸 是因為在歌曲上 在歌曲上卡 所以導致你的焦慮 我覺得一方面是 就那時候有一點難寫歌啦 就是會覺得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 就是做出那麼多音樂 然後現在資訊時代又那麼快 所以大家就會一直有一種 我好像一直產出歌曲的感覺 不然大家都聽不到 或者是 就很快就不見 對很快就不見了 對啊 就是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我發現了很多問題 就是譬如說 如果我一直在依賴我的編曲 去寫一個歌曲 其實做專輯的時候是蠻痛苦的 然後你的產量也是會比較低 然後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翻轉這件事情 是到我去了一趟蘭嶼 然後 我才被整個打開 對 就是 去了之後 就上島就開始哭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覺得大自然的那個關係 你有去外蘭嶼喔 但是我有自己就是去墾丁 就是潛水啊 就是打 算是打工換宿嘛 那種概念 就是讓自己沉澱一段時間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也是處於很 焦慮的狀態嘛 就是我從上一份工作 離開 然後 確診 然後 等等之類的 然後 那段時間讓我很 焦慮很 就是很需要獨處的空間 所以我就 就是 就是離開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下去 下去墾丁這樣 然後就去算是 也算是挑戰 因為我自己對於潛水是害 本身是害怕的 但是我想做一件就是 讓我自己很嚮往的事 但是我以前不敢的事情 OK 所以我就做了這件事情 這樣 因為那個月其實我後來就 就是慢慢找回自己的步調 這樣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想問 李農老師 你那時候在蘭嶼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是一上島就可以哭嘛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很漂亮 就是他山 他的地形很特別 就是山離你很近 然後這邊就是田 然後你騎的路是在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山五角 再來就是很藍的海 他把所有的自然景觀 全部融在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然後那個大自然的氣味 是全部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一上去 我就覺得我終於被釋放 我好像終於遠離了 一些事情的感覺 然後就開始哭這樣 然後邊騎車邊哭 然後是到後面 因為開始去接觸只有潛水 然後 大海裡面的時候的最後一天 我記得就是因為我下去 然後我遇到一隻海蛇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快死了 然後跟同時看到 因為藍魚的海很清澈 所以 你會看到很寬廣的地方 其實我只有這麼小 對 所以我一上來 我有一個感觸就是 我覺得陸地上的事情 根本不重要 那些執著根本都不重要 我這麼小 所以 就是在世界裡面 我這麼小 我應該完全不需要去在意 這麼多我自己家想出來的事情 所以 就在那一刻我就覺得我應該好了 然後我回來我就開始爆血鴿 對 但因為我覺得水 跟我之間的關係 蠻特別的 就是 我碰到水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 能量 的感覺 就是 我記得也跟我的 一些 什麼 什麼動物圖騰 因為黑豹 然後或者是 有人 就是以前有人帶我去算命 還是什麼塔羅 全部都說什麼 你適合去碰水 水性 水性很好 他說你應該要碰水 然後我就 好 然後我就 吃到去年開始 然後接觸潛水 然後接觸了 大自然的 比較 碰觸的部分 就是著重在碰觸 才開始發現說 這個 堅信真的都有 蠻有幫助的 而且水是可以更讓人 認識自己 在水下生活 其實是可以讓 更認識你自己的 對 我覺得 那要不要來談一下你這張專輯 的專輯故事啊 或是巧思 我想先談一個 在專輯中裡面叫做 Black Panther 因為裡面有談到說你的 你之前有身材焦慮 或是體重焦慮 那件事情 對 你要不要說一下 之前 對於這些狀況 然後怎麼樣把它寫成歌的 應該說 一開始寫這首歌是想要寫一個 黑豹在走路的樣子 因為它是我的靈魂動物嘛 然後 其實因為黑豹這個 這一個動物 它看起來比較 孤傲 比較孤高 比較危險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很像大貓 所以我覺得那個狀態 跟我以前很像 就是 小時候可能會開始 覺得 我以後應該長大 就就好了 然後我就開始武裝我自己 有很多框架 然後 裝酷 然後堅強 然後什麼 這樣就是一直變這樣 然後到 我記得我去 我就長得最兇的樣子的時候 是我去那個LA的時候 就我就留鬍子 留鬍子然後綁五四頭 然後曬很黑 然後乾乾的這樣 是因為到國外是特別 特別這樣 對然後 然後 也很兇 就是會 因為想要保護自己 他會欺負 對那個時候我開始發現 其實人群跟我的距離 開始變圓了 我個性一樣 但是 大家會看到你的時候 會覺得 就是 你不要靠近我 哦 對大家會害怕 然後我就心裡更挫折 會想 怎麼會是這樣 我武裝的自己 我也以為我會好 可是不會 對 然後是到 可能去年的時候 我才開始真正 把這些東西釋放掉 去想說 如果Black Panther 他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小時候 我的那些感受 我沒有去處理的話 好像有點奇怪 對啊 所以那時候 寫這首歌的時候 邊寫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我是想要釋放 小時候的自己 那個胖胖的小弟弟 所以算是透過歌曲去 與自己和解嗎 嗯 所以現在就是完全 就算是 做自己這樣嗎 嗯 你覺得做自己 你自己的定義是什麼 做自己喔 不要管別人 但是你在生活中 完全可以 不care其他人嗎 我覺得很難啦 但是我覺得有 有些時候他是可以選擇的 要有意識的提醒自己說 其實 別人在看其實不重要 沒有 那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 就是算是 不管是 你的粉絲們也好 嗯 或是其他人看你的 你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會因為他們 然後而去改變自己 還是說 不會 他們應該要因為 看到 理解 不是不是 我覺得是 他們應該看到之後 他喜歡我的原因 是因為我當我自己的樣子 所以他們被吸引 那 我覺得很重要 一個重點是 我自己是對於 去探索自己跟生活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 所以他們如果很喜歡 譬如說我喜歡主菜 可能我喜歡海邊 然後可能我喜歡 一些比較生活上的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被吸引來看的話 他們也會被感染 有點像是我在跟他們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他們 如果有一天變成 我要符合他們的期待的話 這就是已經 符合不完 對 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好跟壞 所以好像 我們 但是大多數人好像都會去 focus在可能有 假如說有 在可能一百個人中 可能有 兩個人講你不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特別去關注 這一個方面 你以前是會特別 關注在這一方面嗎 還是 有時候 以前會看到一些 可能覺得被誤解的言論會 但是因為近期我看到那個 我最近很常舉這個例子 就有看到那個 年輕的那個蜘蛛人 我忘記他叫什麼 反正他就有 在一個訪談上面 他就有講說 Twitter上面還是什麼 有很多人在罵他 就是有人 他有好的粉絲 也有不好的粉絲 然後不好的粉絲 在講他的時候 那主持人就問他說 那你有什麼感受 他就說 你沒有我的電話號碼 沒有資格評論我 就代表你跟我根本不夠熟 所以我現在 因為那天我聽到這個概念 我就更覺得 喔對啊 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認識我的話 你現在打Line給我 跟我講我哪裡不好 如果沒有我的Line 然後或是沒有我的聯絡方式的話 這些言論對來的都不重要 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因為像 在唱這首歌 就是算是你講到你唱 就是你有唱到說 面對家庭或是面對社會 因為其實我在 在講這首歌之前 然後我有看到了一個影片 他是說 有一個女生他就說 他問男生說 就是你在最低落的時候 你會想和誰打電話 然後那個人會是誰 然後所有男生的答案都是沒有人 因為他是個男生 喔真的假的 我超多人可以打的 所以你是自己會是 就是會打電話跟朋友講 講述這件事情 那這些所有的框架我覺得是不必要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大家如果 就是我覺得不管男生或女生 他是一個很平等的狀態的話 應該要是你不管怎麼樣 你要自己想說 我身為一個人 我現在有一個想法 我應該把他講出來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是不是有點可惜 其實我覺得概念是這樣 就是真的讓自己 有辦法跟人家講的關鍵點在 你要真的知道你現在就是不好 就是如果你不好的那狀態是什麼 就是你要完全接受他 就直接面對這件事情 如果你不面對他 或是你直接告訴他說 或是告訴自己說 喔我會好 我OK 我沒事這樣 他是完全沒有用的 他有點像是你內傷 可是你在外面一直敷藥 這種感覺 可是其實他應該是要被剖開的 你剖開看到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才會真的有被釋放的方式 他當下會痛 可是那個痛只有一下下而已 一下就釋放了 然後你就會突然發現 欸對啊就這樣 有發現什麼嗎 沒有 所以當自己就是真正去面對 然後釋懷之後 然後也許可以更坦然的 跟別人講自己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對對對 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今天學到的一個方式 就是直接接受他 接受不用完美 接受不完美的才是 因為好像也沒有每一個人都是完美的 我覺得是 就是因為要去處理自己的狀況 所以不完美這件事情 應該要被你自己給接受 才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完不完美我覺得根本不重要 希望今天之後 可以慢慢試著去處理這些東西 加油一起加油 因為本來就是要練習的 我也花了兩三年 對 其實我們剛才聊天中 你有說到說 你其實 在成為音樂人路上 其實你也算是有蠻多 之前是有蠻多焦慮的 對 要不要來談一下 我覺得那些焦慮比較是 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因為這個generation在做音樂 或不管做哪個行業 其實很常會有一種 因為有社群 對 然後我們又是有點像freelance freelance的那種角色 因為我也沒有簽公司嘛 然後我們是自己開公司 所以需要想行銷的部分 然後你需要去想 同時你要作為創作者 然後又要有產品 又要有人脈 超級多東西 很多事情要去處理 就變成說你的策略要自己去想 可是同時你要創作 所以很常要有身分上的轉換 然後可能大家對你的觀感 或是什麼會不會 就是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在我覺得第一年的時候 是最困難的 就是那時候覺得 我現在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然後我也沒有表演過 我也不知道台灣表演場地怎麼樣 然後大家也不知道怎麼看我這樣 那時候開始慢慢累積到現在 我覺得有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開...但當然現在還是在找方法 讓更多人知道我的音樂什麼的 因為剛才其實有談到唱這首歌 然後我想問的是說 就是其實你是不是一個 就之前來說 對你來說 陳強其實也是你的一部分嗎 對我以前還蠻喜歡陳強的 然後是我那個 剛好是作詞人他跟我講的 就是這首歌是陳冠狠寫的 然後他其實很久以前 突然有一天跟我說 我覺得你還蠻愛陳強的 然後我就想說 有什麼事件讓他... 對他其實是突然講的 就是可能他有一個想法吧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欸對啊其實我好像是這樣 就很常會硬撐 就是撐到我一定可以這樣 但是我覺得那是有好有壞 像譬如說對於舞台的經驗的成長 就很有幫助 就成長得可以非常的快 但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面 有時候陳強就變成是一個很累的狀態 就是自己也會不知道 對啊 就是你其實根本不需要那麼努力 或者是那麼用力的去達成一些 其實根本不重要的事情 對啊 就之前會有蠻常不自覺的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些逞強其實可以 你說不自覺去逞強這件事情嗎 嗯 現在就會覺得 欸有時候如果這件事情 我其實做不太到的話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說 欸那其實可以輕鬆一點看待這些事情 反正就是總會找到出口 對就是講回去其實就像前面講說 我從蘭嶼的那個海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其實陸地上的事情真的不重要 那些很多都是你假想的 真的不重要 你可以體驗你的當下 就是你一直在體驗那個當下 可是你一定會有個情緒接收給你 只是我覺得有很重要的一個重點是 大家都太常陷入 譬如說一個小事件小事件 然後大家就會卡在裡面 嗯 那其實有時候你拉開一點看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都 有真的那麼重要嗎 我真的不覺得 就是在那之後 對啊 好難喔 我覺得 你再去潛一次啊 哈哈哈哈 再潛水一次嗎 去自由潛水 對啊 什麼事情都會過 大家自然會給你一些反饋 每個人不一樣 我覺得要找到一個自己的戒指 就像專輯的背後是海 那是適合我的戒指 我上次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DJ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腳去踩在土上面的時候 他會有能量充滿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還滿不錯 就是每個人可以找到一個自己的方式 去碰觸他 那就會 你自己可以被療癒到 自己在面對唱歌時候也會有這種 會啊 會啊 我覺得歌曲對我來說 是最好表達我自己的一種方式 所以唱歌 這件事情我覺得他很自然 就是 應該是要對著很寬廣的地方去唱 譬如說對著海 對著山 對著天空 你去唱的時候 他才會有一種很遠的感覺 就是我在唱 自己在唱的時候 像我騎摩托車 我超愛唱 然後每次旁邊人都一直狂看我 我就超爽了 我就一直狂唱 然後旁邊人都會 旁邊人都會 欸 怎麼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轉過去看他 我就會繼續唱 然後分享給你 一起唱歌 沒有是幸好你是歌手 沒有 沒有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是這樣 我想到一個例子 是很有趣的 就是 呃 我覺得 我覺得唱得最好 跟很容易感染人的歌手 通常他沒有那麼準 他唱的音不會那麼準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不完美的東西 才會真正感動到你 他 他才會讓你有一個空間 覺得說 欸我其實好像跟他 可以有一些連結 可是你看到很完美的時候 你通常會是 站得遠遠 避而遠 你就會覺得 欸他太完美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有很多可以很感染人的 他們真的都 不一定真的唱得 我說音準 不一定是都是到位 可是他們可以是一個 口氣 對 這也是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的製作人跟我 我們之前在溝通的事情 就是有時候我會想要把音 唱得很準 可是他就會跟我說 你不用唱得太準 他說你就是 有一些就是用 講話的 然後有點嘆氣的 或是怎麼樣的情緒 他覺得比較重要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上面 他寫說 就是人生也有點像 後製修過格 就是如果太滿的話 就是沒有溜出口的話 就也反而不會感動到你 可是如果可能 最單純的一把吉他 或是一個聲音的話 其實好像 往往最能感動人 對 而且因為我其實很常聽到 有人說什麼很喜歡demo 什麼的 就是大家會很喜歡聽demo 然後我覺得為什麼 我們喜歡聽demo的原因 也是因為你可以去想像 他可能會變什麼樣子 那這個想像 通常會是 我覺得人性裡面 是比較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 就是可能他是美好的 你就會想像他是美好的 可是他如果已經很美好 你就會覺得 那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 喔喔喔喔 可是人 往往也會去往 一直想說 喔美好 想說呈現最美好的狀態 一定會 去往那邊方向 可是往往也就會說 就是 大家很容易就是 也會說 喔 可能會太求完美 而忽略說 其實每個人其實也是 就是一定都會有不完美的時候 對 但我在做這一張的時候 反而有特別跟我的製作人溝通 就是我的態度這次在做這樣專輯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隨性 就是他們給 譬如說 掠手錄完一些東西或者是 誰錄完什麼 或者是我自己錄完什麼東西的時候 然後 我其實都沒有覺得 一定要修什麼 就是他們給我聽 我就說喔很好聽啊 就這樣 我沒有什麼要幹 我沒有執著 就隨便都可以 而且你這次也有找一些人合作 就例如說之前唐貓 的阿蘭啊 或者是 就是他們的那個鍵盤手 邵宇 邵宇 對 好像這次也有參與蠻多製作的 邵宇這次參與比較多編曲 本來比較多 編曲 因為他本來就是 跟我之間很長長期合作 就是我現場也是他彈 他是station pair 對 然後他也自己會編曲 所以其實有蠻多的時候 是我會請他跟我一起編曲 因為他彈keyboard 還蠻厲害的 對 但是你也沉積了蠻久一段時間 才發這張專輯 對對對 那你在這裡 這兩三年發生什麼 事情 就是疫情嘛 那時候開始 疫情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是我的第一個專場 的最後一站被延期 然後延到九月 那那之間 我覺得世界改變的蠻多的吧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一直 每天就是運動 在陽台運動 然後煮菜 開始培養煮菜的興趣 然後跟 我覺得世界停止這件事情 我反而蠻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太快了 大家都太快了 突然一直爆炸 然後突然大家都停下來的時候 結果大家開始很焦慮 我覺得超好 因為大家終於停下來去思考說 我們之前到底在幹嘛 對 然後我那時候反而我心情是蠻開心的 可是就開始發現說 我就算開心 可是我應該要解決一些事情是我要怎麼樣用歌曲去寫出來我的心情 沒有辦法寫 所以這兩三年都在練習真是 對 但會不會說因為疫情然後造成很多其實也要改變的重做方式啊或者什麼 就是面對這時候 因為他可能也因為疫情變成很多都是線上的東西 然後或是要線上去處理啊或什麼的 那對你來說自己會有改變嗎 在這疫情期間 我覺得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前面在做音樂的時候 這個Generation已經都是在線上丟東西 我給你分享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反正就是那也是哨語找的 就那時候我們就在疫情的時候 然後我們找到一個軟體 就是可以大家用 同時可以發出聲音然後可以jam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在那邊用那個練團 我就坐在家裡 哇 然後鼓手就跑去那個捷律 就是我們練團室 他就去那邊用 他就自己在那邊打 瞧這樣 然後就是反正大家就自己各自在家 然後我們就說好 那個放一下克力克 然後就在家練團 哇 1 2 欸不會有延遲什麼的 有啊但是很好笑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這樣說 欸延遲了 延遲 那個音彈錯 喔 對啊很好玩 只是後來因為 他有一個 這兩三年的一個疫情 他有一個推進嘛 就從他開始爆發 然後到大家的心情轉變 我覺得都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因為譬如說開始解放之後 然後大家就開始想要 有很多的social 很多的活動 然後大家都好像怕了 然後開始就是一直 我覺得更壓抑 更更累 就是大家有更多的活動力在爆炸這樣 就是等於要把以前時候的雞 這東西全部一直爆發 對然後我那時候就開始發現 其實我自己 會 不舒服 就是我覺得那樣是不好的 對 所以我才開始慢慢去找我自己抒發方式 然後做出這張專輯的整個歷程 對啊 那我想問就是特別 再講回來就是你們這張專輯的故事 嗯 你有沒有想要特別分享的歌 歌喔 我先提一個好了 因為其實你蠻愛狗的 嗯 然後他其實就是上一張其實你有講到Papi 是紀念你李師的就是小孩 就算你的小孩吧 他們是小朋友 小朋友 然後因為剛好就在這一次 然後就是你其實有些黃金列券 然後你也寫了一張Goodbye 那你是自己是如何面對這個離別 就是你是怎麼樣去處理 嗯 我覺得寫Papi到寫Goodbye的兩個先進是不一樣 嗯 因為其實家裡我們家很多狗 就是本來有八隻狗 然後從第一隻最早離開 然後到後來的 現在只剩一隻嘛 所以後來又六隻又離開 嗯 整個歷程會從你 嗯 很撕心裂肺的很難過的 到其實我送走 Sugar的時候 我是清醒是輕鬆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欸很好 就是你結束你的任務 你也做的 也陪伴我夠久 然後 沒有什麼好 就是覺得很難過 就是應該要為他開心 因為他已經活得很開心 對啊 所以我就寫一首歌送給他 想要有那種 遠的海的意向 然後跟他說欸拜拜 這樣 芬妮一直都會在嘛 就是因為你過去 曾經的回憶都是不會不見 他不會不見 對啊 好那接下來就進到粉絲問答 那第一題 嗯 嘗試寫給爸爸的歌 想知道爸爸聽了有什麼回饋嗎 謝謝李長 我不知道 哈哈哈 所以他平常有聽你的作品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欸 那 為什麼 請問李長的守護靈為什麼是黑豹 呃 守護靈的概念是你沒有辦法選你的動物 是動物會去選你 然後他要經過你去做一個冥想的過程 然後進到一個地方 他才會自己出現 然後要經過七天的驗證 所以其實 是你不能選自己的動物 是他會來找你 好 那最瘋狂的行為 最瘋狂的行為 做音樂啊 音樂當工作 哈哈哈哈 後悔了是不是 哈哈 沒有 因為我喜歡做比較瘋狂的事情 就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 我覺得蠻困難的 我覺得是 對啊 就是每次面對的時候都 都覺得哇 就我覺得很瘋狂 但是我很 很開心 而且成果是喜歡的 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這件事就很不容易了 或是 可能沒學過之前就直接下海 對 這也是 要是我畫我應該 不太 我敢 因為我喜歡水 哈哈 因為其實也幾乎快到尾聲了 那我想說 你要不要在最後再介紹一下 你這張專輯 就這張專輯其實很多部分 因為今天有聊到的 就是 很多講不出來的話 或是焦慮或是這些事情 但其實還要就是給大家一個 藏身處 給大家一個空間 然後讓大家可以走進來 然後可以 你可能可以在任何一個角落裡面 看到一點點自己 或者是把自己寄託在裡面 然後走出來的時候 你也 走出自己的藏身處 所以這八首歌 雖然 有人在 解決的太短 但其實我覺得 大家可以重複一直去聽 它會 有很多不同的角落 你可以慢慢去挖掘 而且每一 我自己每一次聽的時候 其實每一次都是 不同的感受 對 我自己聽也是這樣 就像譬如說前面提到 可能騎腳踏車去海邊 然後邊停 然後在那邊哭的感覺 跟我最近 在騎腳踏車在聽的時候 也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會不小心被每 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歌曲的段落 給打動到 對 覺得是蠻可以讓大家 在通勤去聽的一張專輯 對啊 或者是可能面對自己 獨處的時候 也可以去聽 就是你挖自己 找自己的時候 對 就是你可能 maybe平常要面對大家 但是你面對自己的時候 也可以去更深層的認識自己 對 好 今天最後我們也會抽出 就是一個簽名板 給就是 Linon的粉絲們 那如果詳細資訊 我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如果喜歡Linon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 拜拜